另外我们就带一开2014年 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在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战火 已经是如火如荼 像中移动呢 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开卖了苹果的iPhone 而现在呢 中国网络业的巨头腾讯 他们也要推出他们新款的手机叫大Q 不管是规格到定价 都冲着红米机而来 主导0.69公分超薄机身 5寸萤幕4核心处理器 中国千元人民币智慧机战局 再出现新面孔 原来是中国网络业巨头腾讯 炮火转弓硬体市场 推出了大Q旗舰机Q1 被视为是腾讯创办人马化腾 向小米公司的雷军出油校正 其中在台湾 每次开卖都被秒杀的红米手机 在价格和电池容量略升一筹 不过大Q手机则是胜在5寸萤幕 此外中国媒体中国经营报分析 腾讯以QQ和微信等社交APP 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客户群优势 更可能复制小米的网络行销模式 来炒热买气 此外小米手机2013年创下了 1500万台出货量的好成绩 更给了雷军机会 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投诉 身家货 李克强对小米科技公司 董事长雷军的一句调侃 听说小米已经成了大米 令人印象深刻 日前雷军向李克强喊话要求 当局加强市场监管 因为小米机在中国卖得火热 但市面上却有一半都是假货 不过由于小米机先前 就是模仿iPhone的设计起家 雷军大吐苦水 却被网友大算是50步 小100步更有人痛批 雷军根本就是做贼的很抓贼 想想小米自己才是身材之王 这一周文卢小瓶做不到 中文协 谢谢观看